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城中市場老牌牛肉拉麵大王 這是這間店側面的樣子 那是非常有名店家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其實我小時候偶爾也會來這邊吃 老闆你好,我要小碗的牛三寶 跟單點一份排骨 謝謝 這份滷味相當有名 速度超快的 這個湯頭就非常的正點 好,那這都可以加在麵裡了 好,很久沒有吃了 先喝看湯頭 嗯,哎喲 它以前是比較重油重鹹 現在好像有 變比較清爽 哈哈 好,那就加成這個自己喜歡的樣子 我有加這個豆豉 酸菜 還有辣醬跟那個 蒜泥 牛肉相當大塊 好可愛喔 感覺牛肉好像還沒有煮軟的感覺 是我個人感覺的 好 好,再來是這個牛筋 好,那牛筋就半軟硬了 今天可能生意比較好 所以它這個 牛肉塊跟牛筋 稍微沒有像之前吃的那麼軟 好,再這個吃牛肚 好,再來這一次吃牛肚 好,再來這個是牛肚 好,再來這個是牛肚 嗯 牛肚讚 你看看 我覺得加點辣刀泡會比較好吃 它這個牛筋真的是滿巨大的 短用短用短用 算合理,它有調漲 好像230吧 但是我覺得不錯了 牛筋很大怪 一口一個好過癮耶 嗯 我相信我爸爸也在的時候 他是會這個 加白醋還有加大蒜 麵Q彈 好,蒜菜很香啊 呂小姐應該有來吃過吧 好,那這個就是城中市場的老店 好,這個店家有我這個童年的回憶耶 不過它湯頭沒有之前油跟鹹 感覺也是有點改變 嗯 好,還是吃起來是滿過癮的 好,這一塊就比較軟 嗯嗯嗯 還是那種一入口就化開的比較好吃 好,湯頭滿適合配著酸菜吃的 這次吃起來滿輕鬆的 好 好,那分數是90分 好,這個就是個懷念的好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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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錯啦 好,麵Q彈 嗯,好吃 好,就等各位朋友來品嘗 好,這又是個單點排骨 好,這又是這個單點排骨 噢,鹹香鹹香啊 嗯,小黃瓜很好吃 好,不錯啦 好,不錯啦 都是一個這個懷念的老口味 好,排骨這樣單吃比較鹹 但是搭配小黃瓜之後就還好 好,感覺它是沒有果粉的那種 通常是果包粉 好,因為它比較鹹啦 我覺得分數是80分 稍微過鹹了一點 好,可以再續一次湯 好,OK,謝謝 好,蠻大氣的 湯給蠻多的 噢,謝謝 嗯 相當不錯啊 客人也蠻多的啦 在用餐時間的時候 客人慢慢多起來 湯頭真的有變耶 變得比較清爽 沒有像之前那種油重鹹 好,不錯喔 好,相當的讚啦 好,客人慢慢就都進來了 好,那這個是裡面看不懂的藝術品 好,還是有差啦 之前生意比較好 都是大排隊 現在就三三兩兩 好,菜單拍一下 好,那總共是280 好,謝謝 好,謝謝 好,那小菜的價錢在上面 這個湯可以看到有牛骨在裡面 所以這個算蠻正宗的 好,那這個就是 充滿老台北人回憶的 老牌牛肉拉麵大王 好,那各位來自助理用餐一塊 掰掰 好,那再來就稍微逛一下 好,裡面稍微比較熱一點 好,那這家就是我媽媽講說很好吃的便當店 好,下次再來吃 好,這家也很有名 周記手工家長麵 吃過也不錯喔 好,陳中貓耳朵 好,他們東西也很好吃啊 好,總之都是一個老台北人的回憶 好,在這個阿順排骨 他們中午的時候聲音也非常的好喔 好,他們的小雞飯非常的特別 好,他們的小雞飯非常的特別 好,所以我都明明 Евan 就略略地逛一下啊 伍子普道 謝謝 一盒一百 這家有之前拍過很多次 城中無名 魷魚羹 他們也是被媒體報導過 他都不可以 一天都 沒人 不可以這樣 好 這就只逛一點點 哈 白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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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就希望各位朋友能夠看到自己的回憶的店家 因為我知道很多國外的朋友也很懷念城中市場 我們要吃飯 那牛肉拉麵大王他聲音好的時候,對面也有座位虛擁 那這邊有這個米粉湯,還有柯爹 這家是這個陽城小食,非常有名,我也有介紹過 開箱過了,算是開箱 生意非常好 他們的熱炒類非常的美味 好,那就這個小小的一條街,就都走過了 這個老闆娘很客氣,她先休息 好,那這個就是充滿回憶的城中市場部分的街景 還有這個很好吃的老牌牛肉拉麵大王 那各位來就煮用餐一塊,祝各位朋友愉快的一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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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